因為氣候變遷 行政院國發會提出來 在2050年我們要達到淨零碳排 水利署也提出了要植樹固碳 工程減碳以及水利發電 這三個大政策要來配合行政院的零碳排 2050零碳排的政策 第五核專局特別選在今天 來這個非常美好的環境的北港之龍池 來推動植樹活動 那希望能擴大整個一個植樹的面積 來達到整個布炭的目的 謝謝 這座圍已經不是只考慮如何治水 他們同時都去把水跟環境把它整理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話 整個環境跟水就讓人家 就讓小小的日月潭 那旁邊的話大概做了大概有將近10萬棵的樹 那大概就會清除 這個思維的話 如何把環境跟水 然後把它建構起來 然後變成我們社區具有另外一座很漂亮 很美麗的生理公園 做下台灣原生種的植物 我們不僅僅是種下這棵樹苗 也種下了台灣人的希望 希望這棵樹苗土地可以讓我們永遠的健康 平安的生態環境 這也就是我們北港志紅池發揮最大的功能 不管是防洪防災 還有我們生活間的休閒娛樂 哇 已經植樹完成了 是不是先 同行給北港志紅池一個讚 北港志紅池 讚 弟弟看這裡 怎麼了 也是 大概是 把洪池做一下 真的很緊張